美国务院二号人物,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是否出访中国? 这个问题在21日夜里有了答案,先是美方宣布舍曼将在7月25日,这26日访华,之后中国外交部在当天深夜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来与不来,舍曼之心与中美关系被外界视为是一个信号,所以非常受关注,也有很多讨论。 在舍曼确定访问中国后,美国国务院似乎是为了堵住国内强硬保守派的嘴,所以对舍曼之心的目的和对中美关系又说了硬话,例如,要为中美的激烈竞争设立护栏,避免中美发生军事冲突。 拜登政府想对外营造的印象是,美国迎着中国设置的障碍上门,给中国立下游戏规矩,但是中国已经亮出自己的坚定态度。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布的消息,是美方提出希望安排美副国务卿舍曼近期访华,同中方。 就中美关系交换意见,经双方商定,舍曼将于7月25日26日访问天津,从这段消息来看,访问的安排是美国人提出的,说明拜登政府希望对当前的中美关系有一个互动和探底的机会,以便寻求中美双方自阿拉斯加战略对话后,能再次进行高层级的互动。 从访问的活动安排来看,中国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谢峰副部长将与他会谈之后,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将会见舍曼,由此可见。 之前美国一些政府人士提出的会面条件并没有得到满足。 而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布的消息中,也亮明了中方在这次会谈中的态度,将向美方表明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以及维护资深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态度, 要求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 显然,美方能否尊重中方的态度,也是这场会谈是否可以取得成果的先决条件。 美国国务院7月21日表示,舍曼将在即将进行的中国之行,向北京展示负责任和健康的竞争可以是什么样子,而且美国希望确保复杂,而富有挑战性的两国关系存在护栏,以避免竞争演变为冲突。 这话看上去确实是想给中国立个规矩,如何进行负责任和健康的激烈竞争。 不要让竞争升级,最后导致冲突的爆发,比如在台海地区以及南海地区,美国之前多次喊话,避免军事冲突。 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还在发言中若有所指的称,我们知道中美关系将会是竞争性的,我们欢迎这种激烈的竞争,但也希望确保竞争场地是公平的。 美方认为,以务实、实质性和直接的方式进行接触将有助于他们实现这些目标。 中方之前的表态是我们不怕竞争,而普莱斯说希望确保竞争场地是公平的。 难道是说中国在竞争场地有不公平的做法? 其实,搞不公平竞争的恰恰是美国人在涉台涉港涉疆等中国内政问题上搞阴谋耍手段的,不是美国人吗? 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三次派军机以所谓行政专机,或民用飞机的身份降落台湾,搞擦边求是的挑衅,企图向美国国内证明拜登政府正在努力提升美台关系。 在涉港问题上,前几天不仅发出商务警告,还对清明中方官员进行恶劣的制裁,这不都是在对中美关系做出不负责任的挑衅吗? 就在宣布访华消息之前,涉曼还在东京与日本和韩国副外长举行三边讨论,其中就涉及对台海等问题的表态。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做出了强硬批评,这是蓄意搞集体对抗和打造反华包围圈就在本周一。 拜登政府还联合欧洲和亚太盟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表所谓的共同声明,诬陷中国针对美国和多个盟国实施恶意网络攻击行为。 美国司法部当天还向四名中国公民提出起诉,涉及入侵电脑系统的黑客攻击行动。 然后又访问日韩,拉着这两个小盟友试图对外展示团结,然后对中国施压。 我感觉美国现在没有以前那种自信了,以前的美国才大气粗,我有绝对领先的,军事实力,所以其他国家都得听他的,现在的美国还在精打细算如何拉拢盟友。 客观上说,有忽兰是正常的,美国把中美关系定为竞争,合作和对抗,但他也知道中美对抗谁也受不了,所以要划定一个边界,这种思维倒是理性的。 中方也不会反对,但真正的问题在于,美方是比较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他所谓的护栏,肯定是想以他的愿望,他的利益为标准进行划定,这肯定不行,所以这就是需要谈的地方。 对话的价值就在这里,说慢能来,对话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事情。 但确实能感觉出来,美国还是有点傲慢,有点以自我为中心,其实美国现在面对中国还是不适应,产生一些傲慢心理是他必然的反应,尤其是对外想做出这个姿态。 有人觉得按照心理学的解读,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感觉第一阶段是震惊,不承认,第二阶段是愤怒,现在看来是冷静下来,进入讨价还价阶段。 而且,拜登政府是想要抓住机会,让中美关系回到合作为主的基调,但其实合作不了,也没有关系,中国不害怕中美关系进入良性的竞争阶段。 我们也想这种竞争不是肮脏的竞争,一天靠造谣,甩锅来抹黑攻击对手。 这次会谈会是阿拉斯加会谈的升级版吗? 大概会比阿拉斯加会谈烈度要好一点,阿拉斯加会谈层级很高,这次应该是工作层面的会谈,而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拜登政府上台没多久,国内政治压力大,所以必须非常强硬,而这次工作层面的会谈可以务实一点。 而中国现在处于上升势头,我们应该有信心,美国的一些小动作。 抹黑已经起不到什么效果,不会影响中国的成长,在这个阶段,美国对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我们常规性的应对就行。 因为时间对我们有利。 现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进入了困境,让他也比较尴尬。 他想对中国强硬,但是又不希望出现彻底摊牌的局面。 他想在一些问题上与中国展开合作,但是国内的政治环境又不允许。 所以,美方一开始释放消息说售卖要来,一会又说不来,然后又说要来正在商谈,到现在确定了访华行程,但这个事情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拜登政府现在弄得好像是,中国给他们的来访设置了障碍,这是美国想向盟国发信号。 美国暗含的意思是,我们想跟中国谈,但是中国设置障碍,美国说我想为盟友的利益向中国喊话,然后让盟友向美国看齐。 统一意识,于皆美国对华没有撕破脸,出了问题责任在中国,因此,表面上美国跟中国谈,其实功夫用在圈子外。 目的是让盟国不要担心,美国不会跟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跟着美国走可以放心。 而且美国在为盟友的利益挺身而出,与中国进行博弈。 第二是,美国对华强硬的政策和这场激烈竞争能持续多久并不好说,从美国国内问题来看。 美国现在资深麻烦很多,国内政治分裂依旧,通胀水平很高。 美国的国内基础设施也不行,基建刺激计划还没有得到批准,经济恢复。 并不像之前说的那么好,而疫情现在又抬,投了,所以如果中美关系变得更差,甚至爆发冲突,这样必然会影响美国的精力分布。 美国左右难顾,第三,中美合作是有底线的。 但是现在问题是,拜登政府缺乏独立性和主导性。 如今,美国国内的政治氛围,舆论氛围都不利于拜登政府展开对华合作。 美国对华的态度总体是警觉冲突,对抗,而拜登又是弱势总统,说了不算。 所以我们可以对中美外交和合作可以有积极解读,但可能无果而终。 我们要做好准备,美国政治精英现在担心的是,一旦中美达成合作,让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了。 尤其是美国国会的力量,不愿意拜登政府达成对华合作,眼看着中期选举明年就到了。 民主党想扩大优势,拜登政府也为首位尾,放,不开。 因此,即便这次会谈有合作动议,落实到行动会很难。 中美竞争的一面逐渐扩大,当然美方想通过合作体现美国的强势竞争。 这个中国不可能答应,但是我们的基调还是谈比不谈好。 现在美国出手,也压不垮我们,只要我们自己不乱,文扎文打就行了。 作词!